12年国教政策从明年起开始起跑 也就是说今年是高雄市最后一次实施乐学计划了 带你一块来了解 教育局表示102年高雄区高中值免试入学乐学计划 一律是要采取电脑选田志愿 每位学生最多可以选田三所志愿的学校 再依照成绩采计对选田学生进行排定分发 最后再根据志愿序择优录取 如果说有相关的疑问的话 可以上中正高工的首页高雄区免试入学高中高职乐学计划来了解